见刘远胜呆呆地不说话 袁天也只得到 我听说你是准备打断你儿子的腿 再不叫他出门半步 是吧 是 是 刘远胜可不敢再使出刚才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了 只得顺着袁天也的话硬着 嗯 那么 行行吧 袁天也面无表情地道 啊 刘远胜惊叫起来 他还以为这位王爷既然来了 必然要问上几句 到时候自己解释解释 开拖开拖 这罪或者就小了 可现在怎么话都不问两句 直接就要行行 也不由得担忧地看了老太太一眼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啊 刘远是被吓得魂飞魄散 匍匐上前一个劲磕头 王爷 王爷 我刘远胜就是这么一根独苗 您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老太太哭着大喊起来 袁天也冷哼一声 哼 那些女子被你们抢抢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么求过你们的 你们有没有放过他们 要不是你们纵容孩子 他何至于变成今天这样 你们既不会管教孩子 我今天就替你们管教 那是你们的荣幸 他冷冷地扫了刘夫人一眼 把老太太扶出去 否则就不是打断腿 这么简单了 刘夫人被他这极具威慑力的目光一扫 连打了两个寒颤 哪里敢不从 赶紧跟丫鬟一起 连扶带拽地把老太太扶了出去 而刘远胜听到这话的前台词 倒是松了一口气 如果只是把儿子的腿给打断 这场祸事就算了了 那就打吧 反正这祸事也是那镊子惹出来的 何该他受罪 打他一顿 让他知道知道好歹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 袁天野见老太太的哭声 越来越远 喝道 袁石 动手吧 是 王爷 袁石一抱拳 走到刘叶的身边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就是一掌过去 刘叶一声惨叫 捂着腿卷缩着身体 痛得直接晕了过去 行了 王爷 袁石退回了袁天野的身后 袁天野知道 袁石能够领会自己的意思 这一掌 欲然已经把刘叶的腿 给他打个粉碎性骨折 这刘叶 以后也就只能拄着拐杖走路 估计 也不会再敢生出 祸害别人的心思了 所以转头对刘远生道 刘远生 你这几年 做官也还算是勤勉清廉 这件事 我就不牵扯到你的身上 但刚才你对林姑娘说的每一句话 都要牢牢记住 到时候我会派人来看看 你说过的话是否兑现 如果再让你的儿子胡作非为 说过的话也不对现 本王绝不侵扰 是是 多谢王爷民间 刘远生没有想到 袁天爷处事如此公道 顿时感激涕零 走吧 袁天爷站起来 看了林小竹一眼 还请王爷留步 下官正好有个祖业 做得好鸭子 不知可否有幸请王爷尝尝 也好让下官聊表寸心 刘远胜巴不得这几个煞神 快些离开吴镇 但面子上的话 却是要说的 不用 袁天爷一口回绝 见林小竹只低着头 看也不看她 只得带头先走了出去 走吧 林姑娘 沈子义也站了起来 微笑着对林小竹道 林小竹冲她笑了一下 叶公子先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有没有伤害到你 一边走 沈子义一边关切地问 没有 林小竹道 既然他们都能找到刘府来 毕竟已经大致知道了 事情的经过 她也懒得细说 转而好奇地问 你们怎么也到了这里 我要回南海国去 二一王爷早在很久以前 就答应跟我回南海国 去给我的父皇母后 调理一下身体 沈子义道 哦 原来是这样 那都也是巧了 林小竹笑道 至于他们怎么知道 她的事 又是如何找到刘府来的 她连问都懒得问 有袁武娘跟着 她走到哪里 都翻不出 袁天野的手掌心 袁天野走在前面 听到林小竹 跟沈子义笑语盈盈 一阵气闷 出了刘府 林小竹便看到了 三辆豪华的大车 停在了门口处 她转过头 好奇地问 你们两个人 怎么成了三辆车 话刚说完 第三辆车的车帘 就被掀开了 一个丫鬟打扮的女子 从车上下来 然后扶下来了 一位姑娘 那姑娘一见袁天野 就笑颜如花地 迎了上去 王爷 事情一般妥了 袁天野却是 看也不看她一眼 直接走到自己的马车旁 却又不上车 转过头来 看着林小竹和沈子义 那姑娘见状 咬了咬嘴唇 也转身朝这边看了看 看到林小竹一身 半旧的男装 挥不溜秋地 像个吓人的模样 还以为她是 刘府的吓人 不在意地 转过了视线去 林小竹见那姑娘 单凤眼 高鼻梁 身材高挑 风姿绰越 端得是一个大美人 跟袁天野站在一起 狼才女貌 十分地般配 不由地微皱了一下眉 停住了脚步 低声问沈子义 这是谁 沈子义看了林小竹一眼 似笑非笑 鱼玉 安远侯家的敌掌女 鱼玉 林小竹想了想 忽然 啊的一声 啊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这位 就是太后 给一王爷 指定的王妃 沈子义 一见林小竹情绪上 没有什么异样 心情大为的愉悦 笑道 哼 可不是 不知怎么的 林小竹忽然觉得 这天气十分地沉闷 她深吸了一口气 压住心头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调了一下眉 装着若无其事的道 她跟一王爷成亲了 也跟着一起去南海国 沈子义笑出声 哼 你不过才离开两天 哪有这么快 这正儿八经的成亲 起码要半年的时间呢 哦 林小竹不再问这个话题 转过头看着远处 道 你们先走吧 不用管我了 我顾有马车的 走得又慢 就不耽误你们的行程了 说完 挥了挥手 转身就往前面走去 那边有许多马车 来来往往的 她想顾上一辆 去追老孙头 林姑娘 沈子义一听她这话 急了 我们也是去南海国的 不如一起吧 路上好互相有个照应 这一路走去 也有几千里路 你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 可是不安全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怕会不少 不了 林小竹头也不回地 应了一声 继续朝前面走 三个月 这次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